那个叫小春的男人继续对地上的黄南拳打脚踢 黄南抱着头不想惹事 小春把烟头拖在他脸上 抓起他的衣领 唾沫星子见了黄南一脸 地平面上黄南看到马路对面 风尘仆仆的黄柯沉默地看着黄南 黄南看到女儿对自己质疑的表情 失望地注视着她 黄柯站在马路对面 没有走过来 转身离开 她突然意识到 这么多年的牢与生涯 自己的本性未变 懦弱 冲动 残暴 自私 等等 那一刻 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和女儿之间的距离 不只是一道冰冷的破旧的铁门 她起身反抗 扣住小春的眼睛 把小春狠狠地摔在地上 两个人在地上撕打着 黄南打了几拳地上的小春 红肿的双手无法再抬起来 拖着小春到监狱门口 用门缝反复地夹着小春的头 一下又一下地反复地夹着 小春在地上抽搐着 脑子就像被轰炸机 移为平地的废墟 小春躺在地上惨叫 听到呼喊声 监狱里面的几个警卫 拎着警棍跑了过来 黄南看见黄柯摇头叹息的背影 自己落荒而逃 跳到草丛里 伴随着阳光下滚动的草浪 从警卫的视线里消失了 黄南跑出监狱一段距离 回头看了看背后的监狱 这些年 有些东西似乎丢在了这里 丢掉了什么 他说不上来 圣武贫血般的阳光很强 亮的就像墙光下 一张白纸上面写满的谎言 苍白 让人四肢无力 恍若梦境 黄南走出监狱 是一条攀岩的柏油路 偶尔有私家的车辆经过 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路边的荒草丛生 黄南梦游一样走在公路上 双腿都在打颤 嘴唇上一层干瓶的唇 渗出血来 白光几乎要吞没它的影子 四处弥漫着一股 烧焦了泥土的糊味 一辆破旧的轿车 停靠在马路旁边 从车里面 跑出来一位中年男子 在路边唏嘘地撒尿 黄南疲惫地爬进车里 背靠在座椅上 长叹了一口气 男人抖了抖身体 提上裤子 摔着手走进车里 黄南递了两张卫生纸给他 男人接过卫生纸 擦干净手上的尿 男人打火 车子慢慢地开动 行驶十余米 车子猛然停下来 男人问 你是 黄南说 啊 那个 我搭个顺风车 男人看着脏兮兮的黄南 吐了两张卫生纸擦干净手背 说 下去 黄南吐了口唾沫 一脸痞子下 拿出了破罐破摔的魄力 指着背后的监狱说 我刚出来 不介意再进去 男人斩钉截铁地说 滚蛋 黄南完全没有理会他 只见左手边有一个烟盒 随手抽了一支 用点火器点着烟 说 你说我得罪谁了 人到中午干点什么都是错的 你说我容易吗 黄南说的生情并茂 泪水横流 男人面无表情 从后座上拿出一支反腐包来 黄南劝住他 说 哥 你忙你的 我不用直接 男人并没有停下来 从反腐包里面 摸出一把枪来 指着黄南的头 说 滚 黄南迅速地下车 小心翼翼地关好车门 说 哎呀 天这么好 散散步也不错嘛 黄南又跟男人挥手告别 说 哥 走好 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他一眼 驾车离开 黄南拖着疲惫的脚步 从蜿蜒的柏油路上走来 走过两个红绿灯 开始看到吸壤的人群 他在一棵香张树下的电话亭前 停住脚步 电话亭上面贴满了 钢漏 痴疮 枪支 迷药的小广告 案件已经模糊不清 他摘选了手里的一枚硬币 塞进了电话亭里 按下那个让他久久不能忘怀的电话 这会儿他的妻子应该在上班的路上 准确地说是前妻 他默然间还无法纠正过来 他甚至还抱有一丝希望 听筒里面传来客服的声音很温柔 却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号码是空号 他几经确认自己按下的号码误后才离开 他想打给前妻 有些话显得多余 他还是想问个清楚 有些事情 他不想稀里糊涂的就这么结束了 他突然觉得有一点迷失 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四周他都感觉陌生 这个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个人正在被符号化和数字化 名牌 衣服 包包 衬衫 手表 手机 身份证号码 保险号码 公号 甚至手机号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号码就会变成空号 消失不见 或者被替代 黄南走入一条破残的街道 他感觉到脚下的球鞋里面 汗迹斑驳 看着四周的环境 他感觉到似曾相识 多多少少 让他找回一点点回忆 他甚至有些庆幸 这些老街的旧房子 黄南对这样的环境熟知 步入街道深处 琳琅满目的色彩 让他的瞳孔 让他的瞳孔 硬接不暇 这条街道的房屋是七十年代建造的 四处分布着的拆字 在断壁残垣中 反而显得归整了不少 巷子呈萨字形 分布在这个都市的主干道上 深入巷中 古朴的铁门 一楼是门面 二楼挂满了备单 辣椒 蒜便 和亮起的备单 胸罩 内衣等 横七竖八地挂着某某公寓 河南大碗会面 兰州拉面 武汉热干面的招牌 满目窗移的街道上 污水横流 黄南走进巷子深处 有几排门脸 藏在弄堂尽头 没有招牌 水泥砌成的阶梯 有几片断裂的瓷片 摆放着形式理发店的 三色柱样子的标识 屋内灯光昏暗 门脸狭小 有一个玻璃的窗口 拉着花花绿绿的帘子 白天的时候 帘子被拉开 会有一两个 姿色全无的妇女 坐在门口 嗑着瓜子 玩触屏的山寨手机 连连看 抑或是打飞机 不时手忙脚乱地 从嘴里面 蹦出几个槽子来 然后 掘着肥胖的屁股 继续玩游戏 黄南听说过这场景 他被抓进监狱里的时候 这里只是旧 却没有这么乱 这条街道的风气 已经完全改变 附近已经没有了 自己熟悉的面孔 还是原来的地方 自己认识的面孔 都已经不在了 很快这个地方 也会被取代 陌生到 没有任何的痕迹 黄南拐过几个巷子 走进一条破旧的胡同 旧式的筒子楼 楼面上铺满了爬山壶 几经确认 才找到自己的家 他走进楼道 楼道里面的灯光灰暗 辉煌的墙壁 一层层脱落下来 满目疮痍地露出了 丑陋的疤痕 楼道里面挂着 亮洗的衣服 在走廊尽头的门口 放着几个枯死的盆栽 盆栽上布满了蜘蛛网 黄南在花盆下摸索钥匙 手上沾满了灰尘 他的指尖触碰到一件硬物 心中找回些许记忆 他拿出钥匙 打开门 走进房间 房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 潮湿的霉菌味 墙角四壁都挂着灰黄色的珠网 点缀着 仿佛风一吹就会飘落下来 房间里面挂着黄南 和前妻的结婚照 一张全家符 照片被水字侵袭 失去了色彩 女儿的笑容还是那么灿烂 她用指尖抚摸 仿佛透过了岁月 回忆到当年 那时的女儿还小 蹒跚学步 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这些事情 仿佛就在眼前 却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碍 她忍不住感慨 这些东西并不容易看得清楚 比如说人心 有些东西也未必能触摸到 比如说 回忆里的那份模糊的情感 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如果人生是一本书 她的人生跑题跑的 只剩下了书名和定价 简单轻浮到一眼望穿 黄南打开秀极斑驳的淋浴洗漱 还好 一直都没有断水 她疲惫地扒去身上的衣服 赤裸着身子 穿着一双坏掉的拖鞋 全部都是灰尘 淋漓着水滴清洗干净 在身上涂满了泡沫 沐浴露已经过期 有点馊 她闻了闻身上的气味 果断地把沐浴露涂在了身上 客厅里面似乎传来细微的声响 她关掉了淋浴 那个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 异常的刺耳 她突然闻到煤气泄露的味道 瞬时间 客厅里面电话铃声响起 她赤裸着身子越想窗外 从二楼顺着高低不平的杂货膨胀上滚落下来 屋子里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她随手拿起几件绳子上的衣物裹在身上 抬头看着自己家中的滚滚浓烟 这是一场意外吗 她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相信 又有谁想置自己于死地呢 看着死周围观看着自己的人群 她立即抢了一部手机 给女儿打电话 铃声响过一遍 无人接听 她在人群里面 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小春 对方也看到了她 她站在人群中 看见黄南 突然间她捂住一个女孩的嘴 扛起身边的一个女孩 拔腿就跑 女孩的手提包 手机都散落在地上 地上的手机响个不停 黄南认出了那个女孩 就是自己的女儿黄柯 手忙脚乱地追赶过去 小春把女孩塞进了车里 匆忙地驾车离开 消失在了人群中 黄南绕过几条小路 他似乎感觉到 有车辆在追赶着自己 回头发现没有什么一样 继续追赶小春的车子 黄南追赶到一条街道上 人群涌动 车子穿流而过 小春的车子 彻底地消失去了踪影 黄南穿着不合体的衣服 放慢了脚步 从他出狱开始 他一直都觉得 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这时才发现 自己光着脚跑了几条街 脚跟已经磨破了 血迹斑驳 街上几个着装裸露的女人 在招揽生意 黄南低着头 从人群里面走过 偶尔环顾四周 试图寻找那个身影 一个身材鲜瘦的女人 意味在皮条男的身上 她把头埋在男人的怀里 嗲声嗲气地撒娇 假装生气地说 姐夫 我不想做这个了 男人听到这话 一脸惊恶 把他推让开 男人的脸很严肃 严肃地吓到了女人 他问 不做这个 你想做哪个 女人看着男人 不敢说话 男人也意识到 自己的反应过头了 脸上露出了 现意的笑容 女人也跟着笑 尴尬的场面 缓和了下来 女人这才幻想着说 我想开个服装店 安稳一些 男人立即打消了 他这个念头 一正言辞地说 屁 这年头 没钱 哪来的安稳 女人犹豫地看着他 也没有办法 似乎就不应该 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反驳的资本 对于男人的话 他只能逆来顺受 吞吞吐吐地说 可是 男人再次把他揽进怀里 憧憬着蔚来 画了一个幸福的蓝图 给他 说 唉 等赚够了钱 我给你买法国的沐浴露 用矿泉水洗澡 保证什么都给你洗干净了 换你一个干净的身子 比以前呢 还要干净 跟以前一样一样的 你不相信姐夫 还不信法国的沐浴露吗 黄南从他们身边走过 吐了一口唾沫 蔑视地看了眼男人 继续寻找人群里的小春 看着他们你浓我浓 黄南感慨地说 哼 牛逼都吹到了这个份上 真他妈有事情划疑啊 站住 男人叫住了黄南 黄南停了下来 身后的男人 还在横眉冷对地指着他 黄南目露凶光地看着他 用眼神质问他想做什么 男人收敛了彪悍的神情 从脸上挤出一个笑容来 凑过身子去 在他耳边低声地说 哎 我小姨子 头一泡 给你个八折 一百八十八 黄南嗤之以鼻 想立即走开 那男人蔑视地打量着黄南 鄙视地说 哼 我看你啊 根本就应不起来 黄南转身迈过步子 一拳打在了男人的脸上 皮条男没有防备 被打倒在地上 皮条男愤怒地想还手 黄南跨步骑在他身上 拳头像雨点一样打在他脸上 皮条男从最初一刹那的愤怒 到最后的哀嚎 一拳下去 男人的眼圈运起一片浮肿 黄南的拳头上破了皮 沾满了血迹 黄南问 硬吗 男人说 硬 女人赶过去拉开了黄南 连忙鞠躬道歉 皮条男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鲜血地躲在女人的背后 探出一双眼睛来 满脸惊恐地看着黄南 黄南深表歉意 想握手言和 皮条男看他抬手 立即又躲回了女人的身后 多少钱 黄南想补偿皮条男 皮条男没有听清楚 黄南看着眼前的女人 皮条男擦干净嘴角的血字 把女人拉扯到一边 挺身而出 抚摸着臃肿的半边脸 战战兢兢地拍了一下黄南的肩膀 说 大哥 一看就知道你是实在人 咱也不玩虚的 全套服务 歌舞表演 瞧背 加上宝剑 一共是120 就这么定了 他说话的时候 用两根手指捏着女人消瘦的下巴 抬起来给黄南看 黄南此时才看清楚 眼前的这个女人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皮肤白皙 单眼皮 眉梢有一个引线的美人质 眼角藏着晶莹剔透的泪珠 哭的时候 咧开小嘴 左边有一颗小虎牙 全身都在颤 两只风鱼的乳房 波涛汹涌 黄南用汉子斑驳的手 握了握兜里面 360元的劳动津贴 从兜里根据钱的大小 掏出来两张 男人看见150元钱 立即夺了过来 黄南没有兴趣逗留 付完钱 想立即离开 男人拿过钱 在太阳底下照了照真假 用手弹了一下 男人甩动着手里的钱币 发出花花的声响 喜笑颜开的说 哟 大哥 今儿真不巧 没领钱呢 就不找您了 里边呢 有饮料 一会儿您自住 黄南板着脸 脸上没有表情 看见男人不再追究 转身就想走 自己四年零十一个月的收入 请各间花了自己四年半的收入 黄南转身想离开 被皮跳男拉住了 皮跳男握着手里的钱 兴高采烈的说 哎 哥们 别这么丧气啊 这是让你上牛 又不是让你上坟 咱得玩得尽兴啊 就会儿换得到 再帮你